大家都知道靠脸吃饭的意外貌就等同于他们的生命 因此许多意为了让自己在镜头看起来更美更漂亮 都会私底下到医美诊所进场维修 然而承认自己不完美总是需要点勇气 不过近日却有部分女星大方坦诚修修脸 因为他们认为让自己变漂亮并不是一种罪过 依小甜甜小甜甜为了摆脱女丑形象 近年来不止努力运动甩肉 也大方承认有在脸上作为整形 她在脸颊打肉毒下巴打玻尿酸 山根处也打了玻尿酸和精量磁 她说本来还想填泪沟 但后来觉得目前这样就很不错了 二陈爱玲陈爱玲过去鼻型比较她 看起来是轻微的朝天鼻 因此做了维京磁龙鼻不但扇根看起更立体 整体五官轮廓也变得更加深邃 三阴阴阴阴刚出道时牙龟叫突出常被拿来调侃 为了能让自己笑起来更好看 她特别接受水雷射牙龟整形 让牙龟变得比较不突出 笑的时候不会再露出肉来 四张爱牙 张爱牙刚出道时常被嘲笑是马脸 为了告别宽脸她痛下决心要进行恶骨手术 最后经历了上恶削骨后 丁和下恶被敲开后 终于有了现在的小V脸 她感慨 爸爸把我生得很美 但不及演艺圈的标准 我不整形的话就不合格 就会被淘汰 五蕭雅轩蕭雅轩出道超过17年 一直受到整形传言困扰的她 最近终于承认自己曾经去缝过双眼皮 不过其他部分就没动过 强调都是化妆造成的差异了 六小抠 小抠原本有大小奶的困扰 后来透过自己脂肪移植手术 让胸部变成平均的C罩杯 另外她也在鼻子打过玻尿酸 只是结果不是很满意 所以后来就放任她消掉 七法拉利姐 法拉利姐为了成为台湾炫哑 能美美的发行专辑 当时忍痛做了削骨 抽脂 整牙 拉皮等一连串手术 虽然术后脸肿了好几个月 但成果让她相当满意 桃花运 工作运也比以前更旺了 巴斯荣 丝荣向来以平凡的整形文明 22年来动手术家为整形 至少做了60次以上的改变 花费高达200万左右 面对大众偶尔投来的一样眼光 她则坦然的说 让自己漂亮上电视是职业道德 我并没有整形皮 真的非常佩服这些女星 竟然敢在镜头面前大方承认自己有整形 希望以上八位女艺的辛苦不会白费 未来都能在事业上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哦 快把她们超有种的大方承认 分享给更多知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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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